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中间轴速度传感器A电路间歇性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般的故障诊断代码DTC通常适用于具有自动变速器的OBDR车辆 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马自达、丰田、克莱斯勒、福特、大众、稻奇、吉普、梅塞德斯、雷克萨斯、雪佛兰等车辆 组态、中间轴也称为副轴有助于将旋转力从输入驱动器分配到变速器内部的输出轴 中间轴的速度取决于您所处的档位 在手动变速箱中齿轮选择器决定了这一点因此无需监控中间轴的速度 另一方面在自动变速箱中如果您使用的是递档则所使用的档位由TCM变速箱控制模块 使用多个传感器输入来确定这些传感器输入都有助于车辆平稳高效的换档 此处包括的传感器之一是中间轴速度传感器 TCM需要此特定输入以帮助确定和调整液压压力、换档点和模式 在诊断其他类型的速度传感器 例如VSS车辆速度传感器、S发动机速度传感器等方面的经验将为您提供帮助 因为大多数速度传感器在设计上都是相似的 当ECM发动机控制模块与TCM变速箱控制模块结合使用时 当它们监视中间轴速度传感器或其电路中的故障时 它们可能会激活P0794和相关代码P0791、P0792、P0793 有时,当传感器出现故障时 TCM会在变速箱内使用其他速度传感器并确定备用液压 以保持自动变速箱正常工作 但这在制造商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当代码P0794中间轴速度传感器A电路间歇性检测到 A速度传感器或其电路的间歇性或不稳定信号时 由ECM发动机控制模块和或TCM变速箱控制模块设置 请参阅特定于车辆的维修手册 以确定哪个是特定应用电路的A部分 注意,如果多个警告灯亮起,请记录在其他系统中活动的任何代码 例如,牵引力控制,Apps,VSC等 传输速度传感器的照片,此DTC的严重程度是多少 我会说这个错误是中等严重的 如前所述,您的自动变速器可能仍能正常运行 话虽如此,这也可能是一个或多个更大、更紧迫的问题的指示 尽快诊断任何传输问题是最佳策略 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故障代码P0794的症状可能包括 硬变速仪表盘上的许多灯亮起不良的驾驶性能发动机转速不稳定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此P0794发动机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 中间轴速度传感器损坏或损坏速度传感器和所用模块之间的电线中的电气故障 内部ECM核或TCM问题 其他相关传感器、电磁阀损坏或有缺陷 例如,输入轴速度传感器、输出轴传感器、换档电磁阀等 自动变速器由ATF脏或低P0794有哪些故障排除步骤? 基本步骤一 如果您正在研究此代码 我将假定您已经检查了变速箱油位 如果没有,从此开始 确保流体清洁并充满液体 一旦一切顺利,就需要定位中间轴速度传感器 通常,这些传感器直接安装在变速箱撬体上 您甚至可以从引擎盖下方访问传感器 这可能包括卸下一个或多个组件 例如空气滤清器和盒子、其他支架、电线等 以进行访问 确保传感器和相应的连接器状况良好 且已完全连接 提示,闻到焦臭的ATF自动变速箱油 表明需要新的液压油 因此不要害怕对所有新的过滤器、电圈和液压油 进行全面的变速箱维修 基本步骤No.2应该卸下并清洁 易于接近的速度传感器 这基本上不花费任何费用 并且如果您发现传感器的实音器一旦卸下就太脏了 那么您就可以从字面上洗去问题 使用刹车清洁剂和碎部确保传感器清洁 这里的污垢和或爆花会改变传感器的毒素 因此请确保您的毒素干净 诸、实音器上有任何摩擦迹象 可能表明磁组环和实音器之间的间距不足 传感器很可能发生故障 现在撞到了环 如果更换的传感器仍不能清除环 请参考制造程序以调整实音器、磁组器的间隙 基本步骤三测试传感器及其电路 要测试传感器本身 您将需要使用万用表和特定的制造商规格 并测量传感器引脚之间的不同电气值 一个不错的技巧是使用相同的电线 但在相应的ECM或TCM连接器引脚上进行这些测试 这将验证所涉及的线数 以及传感器的完整性 请参考制造程序以后